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國民兩黨立委 朝得不可開交 就是因為八號審查的公民投票法 修正草案 行政院版本把公投 應與大選同日舉行 改為得同日舉行 企圖讓公投能和大選脫鉤 另外還新增連數 需付身份證 正反面影本 國民黨立委認為 根本是回到鳥籠公投 因此霸占主席臺 癱瘓意識進行 內政委員會招委張宏璐表示 公投把審查有二十多個版本 國民黨也有提案 不明白國民黨為什麼要干擾意識 國民黨的委員的案子也都排在裡面了 那有什麼好不敢討論的 難道國民黨委員的提案是跟行政院版的一模一樣嗎 而被國民黨立委要求離開現場的中選會代理主委 陳朝鑑 僅表示尊重內政委員會決定 對於國民黨立委無法接受的修法內容 進入實質審查後會再說明 我是依法來列系啦 看內政委員會的決定好不好 對於國民黨質疑民進黨修公投法是鳥籠公投 民進黨立委也回籍 提高連數門檻 就是要避免死人連數再次發生 公投法修法 國民兩黨互不退讓 恐怕短時間內很難有結果 原則新聞Nabu Dbluwan 立法院採訪報導